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漢姆 好的來玩這款聖譽之翼女神在靈 這個可能以前玩過英文版本的吧 就是遊戲名稱是英文的吧 當然就有女神類的手遊啊 然後就有LiveReady然後那個身材都比較火辣一點 好來吧 好應該不會黃標啦波塞東 這個遊戲的角色力會有點眼熟啊 反正就無意間看到了嗎 我來玩一下好了女神類手遊 今天是12月8號啦 12月8號禮拜天沒什麼新遊啊 這種女神類手遊她會那個 從這樣跑出來然後放個技能 有的畫面會全畫面 就像這樣全畫面讓你看一下動畫這樣 這類型的手遊最近比較少見了呢 所以就只能玩比較舊 比較舊款一點的像這個就是舊款的 因為小聲一點好了 有點冠宣然後算好聽的有時候都是版權音 可能都是一些名曲啊然後那個YouTuber有時候都判定版權 那如果她全部都這樣用的話就沒辦法消掉 消不了 後台那個YouTuber就消不了 她說那個太長了消不了 好這有點像那種 戰爭的那種女王是不是 這腿都很修長啊 我們這是波曬東啊 好這聖女真的 這個聖女真的 立會我記得啊 把她的遊戲名稱就改成中文的啊 那我看了一下下載次數10萬加 我大概率玩過了 就是這種美少女系列的啊 女神系列的 大部分都玩過 這個克爾伯洛斯是不是那個 是埃及的嗎 喔地獄三頭犬是不是啊 反正全部都是美少女化啊 這邊有那個空島高塔 可以換背景 嗯不錯不錯 這種手遊就是 其實也不是真的在玩 就是裝裝然後 把美少女裝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養成一下這樣 今天禮拜天啊 這個禮拜我媽 回南部看醫生 中南部看醫生 所以一個禮拜不在家 我一個人在家裡 孤單老人 獨守空閨 那我就去那個便利商店去Saven 買食物 買那個冷凍食品 它那個什麼雞柳條啊 或者是一些韓式的那種 韓式的那種炸雞啊 一包一包可能都49塊那種 然後炒飯買個四五六包 然後就一餐吃一包這樣 然後晚上有時候去買個雞排 剛剛去晚上 今天晚上是吃雞排吧 買派克雞排 然後再拿那個再去買那個飯糰啊 漢堡啊 一樣是Saven Saven是我們的好鄰居啊 24小時耶 超方便 有了Saven之後 不會餓死 而且半夜你看那個Saven 我們家樓下 你看到他燈亮著都有人啊 就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像那個日本已經那個 已經沒有要24小時了 因為日本他們燒子化 老齡化很嚴重嘛 比我們還要嚴重 只是我們比他們還要快速 就是我們很快就會到達他們現在 嚴重的程度 所以他們沒辦法20小時 找不到人 不是說 新是開不出來 是找不到人 然後那個老闆有跟那個 Saven總公司 加盟連鎖簽約嘛 你如果沒有開24小時 你要賠錢 你要罰錢 所以他在他的老伴過世之後 只剩他一根苦撐 簡直快去了半條命 因為要值大夜班 大夜班找不到人 然後他就 為了要證明 不用開那麼長的時間 也可以獲利更高 結果反而是獲利更高 我是死獲利啊 因為可以省下人士成本 還有那個水電成本 開電的成本 所以那個 日本的Saven好像低頭了吧 就同意 某些地區的便利商店不用開24小時 可能就是開到晚上 11、12點這樣 然後隔天早上再開這樣 然後那個我之前看過一個影片 YouTube的影片 也是介紹那個便利商店 日本的便利商店的7-11 裡面的食物 全部都是造假 所謂造假就是容量造假 就是你看到那個 好像很豐盛 一打開裡面都是那個填充屋 就會那個便當盒這樣隆起 然後上面就鋪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是那個 封面的那個圖案把它擋住 滿搞笑的耶 幾乎喔 所以很多他們日本人都很生氣 都不買7-11的那些 便當啊一些什麼什麼的 現在台灣是沒那麼嚴重 雖然有時候容量會比較小 縮水嘛 物價通膨都縮水 我最近吃那個派克雞排 我蠻常吃的 我發現他也縮水耶 他現在是85元 我們這邊是賣85元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變成 原本的五分之四喔 就是縮水耶 去年吃 還沒那麼小 現在越吃越小塊 有點過分 但是雞排嘛 雞排就是 美食啊 國民美食就是 吃雞排喝珍珠奶茶 吃一吃就肥起來了 肥嘟嘟的 要克制要克制 告訴自己一個禮拜 吃一吃就好了 不要吃太多 不要天天吃 這邊可以加速 然後這是我們角色的佈陣 九宮格 然後我們放進的時候 咻跑出來 然後放個特殊 放了那個動畫 那這是兩倍速 這邊是我們的 目前的buff 然後他應該有一些 克制關心嗎 還是有那個陣營buff 不知道耶 他講英文喔 我們待會看到有沒有日文發音 反正這遊戲我以前應該玩過 可能就叉叉叉女神之類的吧 對不對 只是中文名稱給你改一下 讓你以為是那個星友 反正我一開始都跟大家說了 我以前玩過 只是再玩一次而已 不然也沒什麼好玩的 有啦 很多那個全英文的遊戲 隨便下載都一堆 我真的很慘耶 這邊玩那個什麼 拳擊之星喔 三宵遊戲完全沒連看 剛看了一下 唉唷喂 這個流量有點低啊 低的可怕 看來以後 我的頻道沒辦法再錄什麼 三宵遊戲 因為錄了也是白錄啊 因為錄了也是白錄啊 因為那個大家可能比較沒興趣啊 我觀眾比較沒興趣 然後我又吸引不到新的觀眾的話 就會這樣 持續萎縮啦 好 好像各佔一半吧 我的頻道就是新觀眾跟老觀眾 那個後台可以去看 就是流量大概各一半吧 就是有老觀眾回來繼續 給你看 然後也有新觀眾來看 然後可能他又離開了 拉一下就走了 沒什麼興趣 不好笑不好玩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女神吧 目前展示四隻嘛 哈姆 然後系統設置 語音可以換 我就說吧 你可以看日語或是韓語啊 這樣就有日語發音啊 這個日本人不要對 日本女生不用對他們存在任何幻想 那個動作愛情片看一看就算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 有統計啊 日本的 日本的人啊 男生女生那個外遇的那個機率非常高 結婚後外遇的機率非常高 台灣的就是那個啊 江 江洪姐跟那個 乒乓球的嘛 跟那個福原愛啊 福原愛就劈腿啊 追求刺激啊 就劈腿啊 都生小孩來劈腿 就 不太OK 然後最近的那個網紅是那個 Ryu跟那個Yuma 還有那個 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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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米家 Ryu跟Yuma Ryu是馬來西亞人 Yuma是日本人 托米也是日本人 不過他們都是經營中文 中文的YouTube頻道啊 那可能他們日本文化就是 很容易搞外語啊 刺激啊 追求刺激 托米跟那個Yuma就搞在一起 然後 托米只是跟他玩玩的 誰知道Yuma竟然認真啊 竟然認真啊 人妻認真啊 你看他們的外型 都是那種嬌小可愛 粗粗可憐 然後很愛 愛家的那種愛妻 那種老婆 結果就是 給你劈腿外遇 給你戴綠帽 哪瘦得了啊 所以我那個 不會對那個日本女生有任何的幻想 以前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哪一天 娶個日本老婆啊 不要再做夢啊 好不好 好啦就在夢裡面 就在夢裡面 做夢可以耶 現實不可以 好這邊可以養成一下 我們來養成一下 都是橙卡 兩個紫卡 這個是波曬東嗎 一開始的 然後我們要左右 左右左右左右 有沒有左右劍 不能滑 可以滑 我滑 滑一下要滑那個身體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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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可愛的一定是男生啊 那個你看T-Toke很多啊 都是女裝大佬啊 都很可愛 結果他是男的 那都是用那個化妝啊 還有那個後製完體啊 就縮臉嘛 大眼啊幹嘛的 用魔法 這邊還在下載 這麼大喔 1G多耶 My God 好啦 想要玩這種女神 女神遊戲就來吧 如果你OK的話 這邊有很多女神 等你來收集 德古拉 吸血鬼 阿斯莫德 門馬 身材都是火辣類的啦 應該不會黃標啦 因為這個也沒有漏點啊 然後是比較偏那種二次元的 這邊看不到耶 可惡為什麼 應該是lag吧 對啦lag 比較慢這樣 好的 欲找錢啊 那我們就先這樣啦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